汉子哥都给他那个刘康特位了 那思路就很简单了 全球一手感言 凯南如果拿出来的话就打团 奎英拿出来的话继续搞个单单 而且其实奎英不好被 那个巨魔加厄于一直针对 这个带一个进化的情况下 不是很好弄他 这把阵容选出来 还是更加喜欢套博这个阵容一点 套博这个阵容跟上一局几乎是一样的呀 双C拿得很舒服 然后上野的话也不太 怕正面跟你对抗 打团也有用 就对啊 无非是上一局我猴子打团强一点 虾子打团弱一点 这一局两个人打团都还可以 感觉方布拉现在 把这个汉子哥的单代进行到底了 是 对吧 这最后一手 真感觉拿凯南是能正面接团的 对吧 这个阵容凯南跟兰博 然后再加上那个卡莎 正面很好打呀 我觉得 我觉得还有他们不拿凯南一个思路就是 如果拿凯南 你想一下凯南这个英雄面对 鳄鱼新德拉加巨魔 太无力了 就前面很容易被军训 而且有新德拉他不好进场 有新德拉加巨魔 他不是好好进场 我觉得 说实话感觉在LPL打单代 需要点 需要点实力 需要点实力的 LPL一直以来就不是 不崇尚单代的分床 这个赛区 对吧 很容易就要带在这儿 把你自己都带没了 咱们这个赛区 讲究一个打架之上 那看看第二局 双方和我们带来怎样的表现 小鳄黄乘碰破浪 小鳄黄乘碰破浪 加油 好 双方第二局 这样 换到蓝波之后吧 就看看英雄哥在 中期尤其是团战中 能不能给队伍带来 更多的帮助 这把英雄哥感觉要 游起来了 上把在前期的游走上面 是奈特更占 优势一些吧 是 主要上把把 上路汉子哥这个点 搞了两波 挺伤的 这把英雄哥使用一个蓝波 哎呦 这个 30到35 短暂的看好了一下 涛波 为啥呢 我们分析一下 他觉得伊瑞威尔 过了35分钟就不强了 他觉得 伊瑞加辛德拉 35分钟之后不行 方布拉这个阵容 确实后期 不论是单带 主要还是单带吧 打团其实我也觉得 涛波阵容 一直都可以接的 一级又要进 一级要进 听着来 感觉刘青松的位置 被Q到有点危险 这波很危险 被减速到了 要不要交闪线 这波感觉 赶紧交 再不交就要被定了 那这波瞎子 也是蛮伤的 眼睁睁看见 自己的蓝波被打掉了 刘青松好伤啊 他绕地球一周回线 刘青松 都没用 我要线上感觉 小天这波得交逞了 而且必定能拿下 剧魔来了 首先多点伤害啊 先吃小天 小天就不炸了 小天一个螺旋回头闪 拖了个眼 那这样刘青松 真的炸了有点 哇 这波野斧都炸了 刘青松这个血量 要被啃一下 野斧都炸了呀 小天那边还没忿见 小天没死 真的已经万幸了 他是一个螺旋回头 又逞三郎回血 但是你逞下三郎的那一刻 也就代表你这个三郎必丢 刘博这波一击团有设计的 直接布隆的一个强势 挂了一个虚弱 这边又避出一个闪现 这把淘宝的下路 也是上来就直接发力 现在淘宝的下野优势太大了 水子哥也是举起一面白旗啊 这个意思也很明显 这个前期 确实优势已经很大了 这把小天的日子不好过了呀 虾子前期被搞两片野区买伤呢 你说这个抢布隆是不是一定成端 就是因为一团有设计 对吧 想来一起搞一下的 就是一团有比较好的设计 所以这个布隆在前三手要拿下来 上路是打不了 因为一 厄运肯定是打不了 可以的 说实话 奎因这把没那么好扒挥 我觉得 带呀 团战 反正是没他啥 带呀 是硬带 硬带 正好 好像是 看到了卡萨 这边可以控一下上路的核心 打一套 给一个红弩Q 回一下血 来 米勒老师老奎因了呀 这把奎因不好发挥呀 感觉 我感觉打团确实没什么戏差 还是那个问题 布隆太恶心 而且奎因这英雄说实话 打单代他需要的装备 比青冠影还夸张 是 青冠影可能两件套就能打了 奎因得三件 这把方巴拉的下野 压力有点大 现在得需要 因比哥在 六级之后的蓝博这个点 看能不能支援一下下野 但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一级所带来的烈势 导致现在伊泽瑞尔和布隆 可以一直推线 而在这种情况下 其实你是真的不太好帮下路 因为一旦 你的夏洛比加在塔下 然后你来对方反尊的话 这个下路是要出问题的 伊泽瑞尔也是回家 卖掉自己出门的那一瓶血 直接是买到 尼泽瑞 米哥这个蓝博打 辛子拉相当有经验 是 看一下这个细节 搞得那他要回家了 真的相当有经验 他要过来打断你一下 下面 拉一下兵线 原家在卡线 现在 方巴拉的好像就中路 有点优势吧 现在上路其实没优势啊 上路鳄鱼 平衍一个 GP 回去也是把补刀 优势建立起来 而且待会儿出个什么 忍者足距啊 什么反甲啊 你这边也不好受 应该要出忍者足距 打对方的上野 出忍者足距 收益很高 卡塔这边往下靠 现在鳄鱼来中路 帮奈特缓解一波压力 推没推到 那这个蓝量 回头了 蓝量太低了 他就也想打个技能 现在凭借下路的优势 感觉涛波可以控容啊 下路现在打起来 还是能率先支援过来了 不过EZ出篮水滴之后 这段时间也是比较乏力 看一下 小天要不要利用这段时间 帮下路 打打视野什么的 还是要空 还是要空 一定在打起来了 这波是看到蓝波回家 蓝波回家 在线上有视野的情况下 知道蓝波回家 这个timing很好啊 这个timing就抓准了 方布拉这边中野不在的 一个短暂的时间 小天这边要过来的 这波肯定要过来骚扰一下了 看到这个雪亮 小天跟刘青松 先助着力一下 这边先保证 把龙打了500血 649 抢到了 小天这波很帅 拿到了龙 这波可以全身而退 这边又指令一下 刘青松应该是要 去迈自己的这个人头 被Night拿下 小天这边应该是 可以全身而退的 69滴血好像 对反正是KASA撑完 被小天抢到了 这波KASA 打工了 很关键啊 这个龙很关键 这样的话下路的 前期的一个烈士 就可以忽略不计了 反正我把龙控下了 那我下路就 慢慢发育就行 原家 这里敢来想 动小天 哇虚弱 中路的手 这个过来了 小天这波很危险 没闪现的 这波 Night拿大招 散得也不错 能换一个吗 能换掉 Night拿下 这个红怒的着 而且应该是 不只能换掉 还能再打个闪 闪现过来 想杀两个 Night拿下 老蓝博了 继续追 但差一下 打出布朗子被动 被钉到了 被塔打了两下 最后又推了一下 Night拿下 是打的蓝都干净了 玩的都是很极限 银笔哥这波 差一点 就要拿到第二个人头了 这波银笔哥 这个蓝波 好点 这波打完的话 Night很肥 反而 Night这边拿两个头 但是 对于比这边 也是有够 水银鞋了 但是你发现 369上路 真的抗得很舒服 这个对线 怎么回事 只能说完美 这鳄鱼被奎英压六个刀 不是 而且他等级领先一级 你发现没有 很假 很假 怎么打的呀 这个对线 跟你游起来了 把车一捕走了 这波可以回家 反正死不掉 走了 回家布甲鞋去了 我感觉369今天打汉子哥 就通出一个自信 有心得 这要干嘛 他这球 这什么海洋 你朝你打一套 对啊 新的拉上来 还想起一波兵 他叫队友 他想叫队 他把线轻进去 叫队友越了 感觉 但是耐在这边的大招 还内好 好 应该叫不了 他反正 要把这波线 推进去 是没问题的 嗯 感觉鳄鱼在 十分钟之内 十分钟左右 晚多 后十道 完全是可以接受的 这上路打得 风生水起啊 来中来了 是果子来了 看到了 完了 被击到 这上这波 莫衍齐又回来 鳄鱼开大招 推了一下 这一波369 有点皮 把第一个皮死了 在这边人头 被小天拿下 哎 你说刚回家 啥事没有 这把小五星母 给它皮掉了 对啊 本来哈这个战力 完全是可以 接对一波小五星母团的 因为上中约打起来 左边是不吃亏的 现在至少 关键是鳄鱼有闪 可以定点秒一个呀 哎 发现了 这两把都是前期很皮 好吧 剧魔来了 这不就冠军 只能看呀 只能在旁边 试一试 还要开W过来 找找机会吗 卡住红尘 一个追着三个咬 给大招 脾气很大 硬咬出一个闪现 好家伙 刘行松也是真的被咬怕了 哎 我不跟你急 我先交个闪溜了 一顿有大招 这个大刮到 不一定刮得死 呃 能打断浑尘吗 哎呦 擦着 擦着寒毛孔过去的 嗯 那这波打完 方布拉斯又活了 这波打完 首先把39杀了一次 然后 再拿到这个 峡谷先锋 节奏 突然转变了 这波打完 感觉挺活泼的 对 他那波主要也没出装备 也不知道要去干嘛 吃个果子 继续上线吧 还是什么 反正就是 旁边刷了 刷了波微信部署 不知道也 把自己给玩死了 对 这波挺伤的 你说他 你说他闪现脚还挺快 一闪而过 我都以为鬼叔妖恶 想排这个针眼 来来 不知道身后有谁 老战术 交队友 哎 现在打不过了 现在得交队友了 这小弯刀出来 确实有点难受 打不过了呀 可因破败出来 就第一个强热机了 你说水子哥也是 两局打女坦 不带精华 也不出水银 是 不用解 哥们 一则瑞亚娃 就是个潇洒 哥们 哥们重技能 是我的问题 不带精华 就不带 我看了两局都不带 就不带 反正这个杯得装起来 上一把 青纲影 不出水银 不带精华 带精华 是我欺负你 但这把的话 感觉不太精华 还是会出 上路这先锋 可以直接给 汉子哥放了 还是得扬扬 这波不错 杀是不太可能 这节奏来了呀 这波三包一 把汉 把三郎就逼走 这波节奏来了 放不拉 这个节奏就舒服了呀 空格先锋 上路推一推 让奎英率先解放 一塔结给奎英 奎英飞起来 但这样会不会换小龙 卡塔在空到第二条的小龙 吃到了 吃到了 第一位好吧 你女哥说来 让你们让一让 变一看 我为蓝波 中期核心 必须得吃 再控一头 这一波的话 感觉369 想杀呀 RQ中 但那边红温了 没有后续的伤害 定了一下小天 蓝波在抗塔 这波感觉有点危险 已经换了一个 来起 杜云比这波感觉也要死 这波反而 没推到 杜云比要 送塔了 那这样还是 鳄鱼的人头 要送的要送的 这波必须得送 不能给新的拉呀 守子哥走了 吃了个惊艳 好吧 硬吃个惊艳 守子哥白走一趟 这波 白来 守子哥也是 脾气不大 脾气大闪现A一下 是什么 对啊 脾气大闪现A一下 其实说实话 闪现哪个人头 我觉得不可以 因为这个人头 还蛮重要的 对啊 是个小中鞋 守子哥这个就是 团队 团队 情商 给三六有吃一个嘛 三六现在 主要连续被击杀两次啊 三六自己的装备 节奏有点差 这样的话 他真心两个人头之后 装备也能补了起来 但是 小奎英是迎来了 第一个强势心 小破败 破败完了之后 大破败出完之后 就等 后面的两件装备 三件套的奎英 就基本成型 但三件套 三件套过后 这英雄其实 就几乎 告别打团了 那没办 他打了后面 基本上告别打团了 可言先英雄打团能力 比金刚也还不如 金刚也只要能进一波场 对吧 情感出防装 场到这边顶一顶 主要感觉 可言这英雄挺怕 一对一根 新的拉的 是 一个你切不死 另外的话 你切他自己可能会死 不像那种 比较笨重的 AD或者C位 这个局势 其实跟上一局 打的这个时候 差不多 挺像的 对 就是双方还是 比较僵持 但是总体来讲 FUN PLUS这边 关键的人 跟逃笨重关键的人 都拿到了人头 这两把 我觉得小天 有个很关键的点 就是第一把 是空了两条小龙 这把的话 又是一条小龙 加一个先锋 抢了一条小龙 对 第一条小龙 能抢下来 我觉得真的很赚 你想要不然 又是一个 早早的火龙听牌 你很难受的 所以这条小龙 我觉得还是给 奎英再拖点时间 至少再拖五分钟 下路 这个塔是要不了了 水泽哥这边 应该是能带掉 自己方的 第一个防御塔 但是上路的话 这个塔再次被 奎英带掉 中路应该是 没什么机会的 现在两边侧重点 各不一样吧 涛博想把 自己在中期打团 比较厉害的 一滴先养肥 放不达就养肥奎英 这拨好感啊 担得很大 因为知道 涛博这边没人 涛博这边 基本上所有的人 都是在中下的 这边就洞369 三人这边 Q已经交了 走 已经能躲 一个高端欲差 这两个人 没什么硬控吧 也留不到 破败刚才也没多 现在三人就只能 发发呆 三人现在很气啊 没什么办法 看下一条 小五先锋吧 小五先锋的话 感觉两边要争夺一下 这波感觉争不了 你看一下水泽哥装备 水泽哥 有点恐怖 我刚才看了 两间套是吧 我应该没看错吧 两间套 啊 两间套 哎 为什么14分钟 这个装备了 没呀 这把水泽哥 他下路对线 把塔推了 你知道吗 就很离谱 这波感觉水泽哥 要打这波团 哎 他他现在经济 比那个拿了两个头的 Night稍微少一点点 那这波感觉 方巴不好打了呀 这团现在打不了团 而且林美翔也不在 这个直接让了 那这波涛博 能控到这个先锋 还是蛮转的 反正中期方巴 还是打不了 跟上马阵容 是一模一样的 我其实还是想知道 就是这ez对线 怎么把塔推了 对啊 这英雄对线 其实挺弱的 真挺弱的 主要是一击打的 好一击上来 先打了一波 那个刘春龙不在 哎 对 就是一开始下野 就有点小崩了 方巴大斯 方巴这把下野 起手就很肥 哎 这边想包对比 来了 质量挂上 对比有闪的 闪现躲一个布隆大 这波对比的操作 没问题 治疗加速 而且鳄鱼TP应该 新德拉TP 还是鳄鱼TP打断了 中路直接放下午先锋 卡塔这边吸一个大招 反手 下午先锋撞一头 哈德哥 这波有闪现 没着急交 杜云币这里 帮了个大招 杰克拉 这波很 水量有点低 杜云币的闪现 在这边进场 这边一下杜云币 杜云币这边 肯定要交代了 没有双招的杜云币 直接被秒掉 这波杜云币 想支援一下中路 反而自己被秒 那这样的话 巴夫不一定能让你拿呀 没有去管吗 来了 推拿到了 这波套博很赚很赚 很赚啊 刚才是鳄鱼的TP 被芒僧一脚给踢断了 但是随之来的问题 就是鳄鱼虽然没上去 但是鳄鱼直接来正面了 主要是方法 现在打团 确实打破套博 套博现在人人都是 英雄来说 都是打团能手 是 再加上一个 这么早就两件套的 伊泽瑞尔 这波蓝博斯也挺伤的呀 自己的发育可能要 遭到一些的限制了 现在只有一件半的装备 水子哥 小天想踢吗 大招差一点点CD 但这边有眼睛了 看到了 这边也是直接大招 回家 那边又在包蓝博 又在包蓝博 是一个汉哥 汉哥又闪现 哇 这边汉哥闪现交了 套博这里再空一个河线 兰博在下路继续刷 他这段时间很伤啊 兰博跟奎尼两个人都没闪 这个时间方巴拉斯又得拖一段时间才能打团 是的 而且确实现在 塞克拉伯的装备诚信也太快了 他因为回家第一波就把药平卖了出女神类 所以他这个摩切叠算也特别快 还是有个问题 方巴拉斯怎么扛得过 套博这中期这一波呢 对啊 而且这局 来抓鳄鱼 但是369好像是有意识 没有去选择反打兰博 也没有给刘勤松可以抓他的机会 主要现在是兰博跟鸡团两个人都没闪 如果强行抓的话 自己可能是要被换掉的 而且这样打下去 我觉得又会进入到 就是汉子哥根本带不了线的尴尬境地 而且这一局 你别看他虽然是个支援快的奎尼 但是奎尼这英雄如果带边线 没TP支援过来的速度 不会很快 这局感觉又是那种如果 涛博一会儿拿完第三条小龙 然后找球一直动大龙 这奎尼还是带不了线 这奎尼就得在中路或者说上路线玩 而这样的话 你就基本失去了选奎尼的作用 不过好在是 这一局方巴拉斯现在换塔的数目还可以 他的经济一直咬得很死 对 这把塔换的是真的多 四个塔了 但是上这个塔肯定要被敲掉了 巨魔跟辛格拉插打速度也很快 但是下路上高地了 一定是支援那个大招 刮了一下 不是高地塔肯定要被带掉了 女坛也来了 鳄鱼这边不敢上 伊泽瑞尔索性不回了 直接带出路的二塔 方巴拉斯也是一高人胆大呀 对吧 你要是带我二塔 我就拆你下路高地 还真给拆掉了 但接下来的可能七八分钟 可能是方巴拉斯最难熬的 跟上马的局面是一样的 中期打团打不过 桃博这个阵容 桃博在这七八分钟之内 感觉可以做很多事 看能不能控一个龙魂 而且这局是 对左边那个阵容提升 比较大的火龙龙魂啊 一上来打一套 水泽哥现在舞台很大呀 现在桃博又开始抱团 就是利用双C的一个强势期 现在这段时间抱团方巴拉斯 有点没办法 到他 接团感觉也接不了 然后正面也不是很好开 只能还是让奎因带 真的奎因这个英雄 你选择没办法的呀 奎因这段时间 他装备会有一个空装机吧 三一套之前 奎因其实很弱这段时间 打团是完全不如这个 有用的 林宇强被打了一个Q 住在立一下 直接刮大招 就是想拿塔没想杀人 二塔没了呀 这样二塔打掉 三六九可以回家 补一波状态和装备 然后过来准备动这个 等一下 他们这个意思怎么 在劈吗 对啊 怎么劈大龙去了 我觉得现在这只套博 在中期给到对手的压力太大了 而且他们选的这种阵容 都是那种 你觉得这种 如果真拖到后面 你不是很强 对 但是就是中期 能把你按死 要么就新的拉加寒冰 要么就新的拉加EZ 对吧 这种选出来 你中期就是打不过我 而方布拉斯这把 这两把 或者是这个 BO三他们准备的思路 就是我放中期 打后期单带 但是确实单带阵容 一向在LPL的胜率 它就是不高 是 而且在面对 这种顶尖战队的话 中期的压力 又会变大很多 脱不过中期 奎英是成长不起来的呀 奎英至少还需要两件装备 他第三件必须把自己的这个 无尽做出来 他打团可能才有 切后排 或者说打乱对方阵型的一个能力吧 是的 但这把他又进入到 其实发育挺差的 那么一个阶段 25秒火龙 方布拉斯想打吗 刘青松这位位置有点尴尬呀 他里面打不如被动 直接就闪现 直接要被秒掉了 藍波人大大的不破 接着一招 反而这边随必要跟一个闪现 才能减少 这边杀不够了 这一波感觉终也没配用好 接着拉这边已经一级都往前走了 而这边是单杀 那边这边单杀了一个林伟祥 奎英在后排根本不敢动他呀 一个柱子又立了一下 想他肯定咬 结果拉这边连砍三个人头 压力太大了 压力太大了 这个方布拉斯应该是 这把感觉没了呀 对 已经没法打了 这可以没定要去刷钱了 我觉得 还这边要打大龙呢 你在说你看到了什么 跑应该是能跑 没有能 能打断一下 打大龙了 七三开 七三开了 这个大龙拿掉 小间还有十秒钟 应该不止七三开吧 能来得及波 感觉来不太急了 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中期太强了 不管是套拨这个阵容 还是他们这支队务本身 他们中期给到了压力 这两把 给到方布拉斯太大了 方布拉斯完全没有办法 把自己的三代阵容 拖到后期 拿这个火龙 看能不能打个台门 先阻了 方布拉这边应该要阻一下 应该是能打掉的 现在打龙的速度还是不慢的 毕竟汉子哥在正面 伊泽瑞尔有个大招 但是 应该还是会被方布拉斯拿下来 但这波可能顶不住推进 是的 奈特又是拿起了熟悉的那本书 方布拉斯这波推进 能顶住吗 双C都是没有闪现的 双C没闪现 可能被控到 一波就直接没了 而且他们这个阵容 其实我真的觉得最怪异的是 他们没有很多强先手 但他就是老能找到机会 是 你说怪不怪 上一个这样 喜欢选这样阵容 这么打的 就是有点这个感觉 是17年King Zone 当时老这么打 那会儿King Zone 就老选个怪阵容 AD也是伊泽瑞尔 然后中期一个伊泽尔 站中间Q着Q着 把你人Q死了 感觉这个ED是先手呀 真的就是那种怪阵容 就是没先手 怪阵容 杀个回马枪 回来之后 伊泽瑞尔大招先行 打不死人的 但是想把这个 Kain逼回来可能 想尝试一下 有人回去跟Kain带了吗 也没有 回去一个吧 这波已经是横转了 推掉了中路的高地 方布拉斯现在很难打呀 Kain现在也带不动 绿叉是有了 但还需要一把无尽 无尽是质变 但现在面对这个 三线套的ED好吧 难顶 这什么东西啊 伤害战比56% 这只要打完 还是数据 我觉得要破纪录了呀 主要那波三杀吧 主要那波三杀 水子哥 加上对线 我就特要 汉子哥 巨模是哪 没办法的 打出下面抹充跑 咔嚓也是有点怕 直接第一时间 把第一技能全交了 来抓兰博了 这个位置 先Q个球 抓在手里 兰博高运差中了 那这样手子哥 不会上了 想板打 闪现过来 一脚踢到墙上 上杠 我这个一推出来了 今天这场感觉 小天跟对于两波了 这个配合 都没有配合得特别好 把他从大招上踢开了嘛 小天这一脚 没有踢到 反正一个大招 大了吸来 小天这边应该是要没了 现在再受一个人头 这两个人没有伤害呀 这能杀掉手子哥吗 水子哥吗 水子哥 有个亏一 我还强行杀水子哥 我这个盾 打了成盾的伤害 我终于是拿到 但这个奈特跟巨魔两个人 还可以再啃 这边被巨魔啃死 鳄鱼怎么办 方不上这边两个人 感觉要被包夹了 闪现过来 踢一脚奈特 这边吹死了 另一小快 这个异性能 被鳄鱼定在原地 一个Q就能 打极了 我觉得这会儿已经 完全打乱了 就是小天的不摸眼 他就想再Q死 辛德拉已经打乱了 现在就进入到 白开水的阶段了 你把水子哥开死 但是这个鳄鱼 跟辛德拉你又处理不了 而且这个 手子哥太秀了吧 手子哥这波 16级 16层输了 这个配合确实也出问题了 就是把他从蓝波大上踢开了 这波 哦没有 是本来就中了 但是踢 他让蓝波的伤害打不到了 这波 这波摸眼上去 确实有点 上头了 因为这个位置 你交了所有位移上去 几乎这个Q不中 就是必死 这波所有的技能给到 弗龙顿 他这个波龙顿等了好久 DJ大招也拉出来了 辛德拉系呢也打光了 哇 手子哥这隔墙先Q死一个 然后他又Q了奎英翼的那个点 奎英闪现过来翼他 被他Q了落地那个点 太秀了吧 这下 真的帅 太帅了 哎呀 又打一个 这就是传说中的 打牌位不操作 是吧 什么时候在操作 他是打比赛不操作 那什么时候操作呀 都操作 都操作 就得操作 操作起来了 这样的话 方巴这把基本上很难打了 这波推进 怎么挡呢 想一想 现在主要太脆了 我感觉 谁过来都会被这个 伊德西德拉融化 谁都顶不出这一套呀 很难顶 打着清线 打着清斌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大概这边要硬着来了吗 硬着来 这一上去 哎那个爆破 这个血量 这也要硬着来吗 算了吧 呃 飞 飞过去 飞过去 雷波看一下 飞过去了吗 飞过去了呀 刚才飞过去 跑回去了 一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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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样下路高地没了呀 没了没了 想把可以逼回来 汉子哥 回来也没什么用 我觉得他 确实回来也没什么用 他现在连伞都没有 你说他回来干啥 他这个蓝波也没大 AOE能力都不足了 这边强行想 击过来一个精亮 我 结果了这边被击过来 但是伤害能力不太够 人家底个盾牌 闪就挺没秒掉 刘青松 这里也是上次的闪现 腿一进场 现在还有一个预言家 这不有机会吗 蓝波的一个捉烧 上网还行 结果了这边 没打出一个电胶 还是没死呀 这的话 有这个QE能打上了一个卡扎 看这个没办法进场 而技能先融化了一个 再一个QE没推到 兵权粘住了 剩下三个人 应该是可以守住的 虚空所谍 中了鳄鱼 但是付出的代价 这很沉重 就是一路高地被迫 天安航 野斧的阵亡 火龙可以顺势拿下了 打团 两边的伤害 阵友差的太多了 诶 汉德哥 有想法吗 但汉德哥的装备 没啥爆发呀 这边汉德哥感觉要被 诶 李美翔过来 这边可以反打 这个老 耐德这一球 哇 这个是空中大灌篮吗 这个老这边 死了 死了 这个还是没套死了 最后终于是 凭借着都因比的一个大招 但是水子哥 虽然阵亡了 手子哥又站出来了呀 但你说这波龙 又将TP过来打了 陶伯这边有一个TP TP下来之后 还有一个TP 这三个人怎么走 这个头子 QE推的不够好 耐德大招已经好了 诶 打一个球 把这个W撑得很长 开切把宝珠 过来再一个QE 哇 这两个E 推的有点粗糙 说实话 这两个E 真有点粗糙了 这两个E 推好一个 都起把杀一两个 哇 他家里门牙 门牙 最后是几滴血 83滴血 这门牙活下来了 虽然可以慢慢回血 但是第一他也回不满 第二他这个回血速度 不太能坚持到 那方下一波来推之前吧 感觉 确实 这一波拿到这个火龙 但是对战局的影响 没那么大吧 现在还需要打赢一波 关键团战 看下 TOP会不会给这个机会 打这个大龙团 若能翻 可能才有机会翻 但前提是怎么处理 要这个辛子拉 现在这边树已经要满了 而且现在一定要把 下路陷进和代数去 否则会有被偷家的风险 不过TOP也不着急 反正我这个阵容 强势是打团 我就逼你过来 跟我打团就行了 这波会直接开 我觉得 直接看 直接开 只要知道 小天的位置就行 369 这奈特两个人守着这个口 这边这一枪 哇 什么东西啊 接近神一般的杀戮 一个一个大招 挂一下 不容易一个大招 也放了 有性能反手一个大 这边栏目大招 大得很不错 已经非常漂亮 另外一个辛子拉 其他被秒掉 这边的话放不了 有奇迹吗 但自己被定了一下 林伟强 过强的瞬间 还被晕眩的一个状态 哇 这里的话 水都都守了一下 是 最后是小天真的尽力了 通过一个回旋踢 踢回了辛德拉 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哇 但是这把这个辛德拉 真的太顶了 现在淘伯 确实三个C 那么总能在一些 前中后期 总能站出来 那么一两个 然后身边 还有卡萨和预言家 完美 这两个 这两场只能说 淘伯打得太完美了 打得太好了 我觉得方布拉 打得不差 就你 你会感觉到 方布拉真的 他们在尽力地 想把对方 往自己的节奏里去带 但是淘伯就是 被带不进来 是的 我们恭喜淘伯 2比0 再下一城 继续保持 夏天不败的战绩 已经是八连胜了 当一个队伍 可能 跟这个版本 或多或少的 这个英雄选择 有一些出入 并且还能够取得 很好的效果的时候 我觉得这是对我 真的就很难限制了 是的 而且今天两场比赛 真的对于 方布拉斯来讲 我觉得 真的你不能说 他们打得不好 我觉得方布拉斯的思路 就是避开 淘伯比较强的 这个前中期 通过一个 汉子哥单带 牵扯节奏 我觉得这是 方布拉斯在这个 BO3准备的 一个主体的思路 所以你也可以理解 为什么两局 都要选红色方 要让汉子哥 有单带优势 就是想拿 康的英雄 拿单带角色 但问题在于 涛博这支队伍 他们在中期 给到对手的压力 太足了 那你逼的 你奎英也好 清庄也也好 中期必须来打架 然后在你装备 未成型之前 你看这两把 方布拉斯怎么输的 就是奎英跟清庄 都指出了两件装备 没有 甚至没有给你 第三件装备的机会 然后就把你推平了 这种队伍可能是让 真的是单带的队伍 很绝望 而且你也不能说 就是因为输了 所以不该选单带阵容 对吧 我觉得不能这样 我也认为 这个尝试是可以的 但是真的就是 中期给压力太大 而且我在比赛解说当中 也说 就这个很怪的 就是这个阵容 真的没有强牵手 你不觉得说 这阵容有那种 巨强的牵手 什么奥恩 甚至辅助 都是一支权的布隆 他比较常见的牵手 是EC的兵权和 就ED呀 对 然后在这种情况下 竟然总能找到机会 就这样的一个打法 其实是很难被 效仿的 而且我觉得 就杰克大夫选ED 他一个很关键的 嘲讽属性拉满 你看到没有 每次都是 要么就一上去 要么就是对方会 主动来开我 你还老杀不掉他 对 我虽然没有 先手能力 但是我可以 引诱你过来先手我 然后又打出了 全场队高伤害 这你就没办法了 这把伤害占比 虽然是 耐档会拉的 但还是很高 还是很夸张 还是很高 算一下 将近 两万二 将近百分之五十吧 将近百分之五十了 百分之四十多应该是 两万二加九千 三千一 这全队比他多打两三千吧 大概是这样 这场比赛 方不拉斯 相较于第一把 我觉得没有第一把 打得好的原因是 他们明显有一些 这种配合的失误 明显急 我觉得第一把 其实方不拉斯打 真的挺好的 但是在中期就是 前期是 三六九一波 被抓到 但是奎英 并没有如愿地起飞 这波是挺伤的 就是极了 今天就是这个 瞎子跟蓝波 出现在同一个屏幕里的时候 总是会配合 这波真的挺伤的 这波为了杀这个三六九 连续阵亡两个头 然后三六九一波 就把装备补回来了呀 中期因为 杰克拉伍的装备太好了 这么 拿它没办法 你看 哎呀不太够 这波都没杀掉 是 就为了杀杰克拉伍 付出的代价太沉重了 这波也是 杰克拉伍的一个三杀 开团手 打到这儿都挺迷的 闪现开团 对 打到这儿真的 方法整个都挺迷 然后这一踢也是被迫 让杜英P不需要交产线 才能跟伤害 然后又是布隆一个盾 所以你说 选布隆 就是一级团有设计 加上团战 保护伊特瑞尔的能力 确实很强 确实反正 下野在一级团的时候 占优势太大了 直接导致下路对线打崩了呀 你想对线伊特瑞尔推塔呀 哇 这把师傅太多了 感觉放不拉到这里 终于 现在有点小着急 这波纸上来 其实就 已经是不给自己留后路了嘛 太想杀 布隆这个盾 哇 只要这波 这个奈特在隔墙 放了无数个技能 这奈特 谁输不给摸的 你看 这个预判Q 哎呦好帅呀 又Q了一下 这波打完输 直接从几层变成20层 哇 融化 就 就离 最后一波 虽然是捷尽全力杀掉了 那次 但是 这波是 蓝博跟瞎子配合 最好技波了 对吧 但现在的话 经济劣势太大了 而且本来就是直接融化了一个魁音 在让林远翔进场的时候 直接被控到 最后 也是无奈吧 眼睛能看着 涛博四个人 推掉了自己的基地 现在确实 涛博的一个 实力跟状态吧 有点好 有点顶 真的有点好 这个真的是 谁能够终止 涛博的一个联胜 现在真的是个大问题 什么时候打V5 对吧 要看一下赛程了 对吧 贡献往前三 JK 水手跟 一笔哥 今天贡献往前三 感谢粉丝们的支持 是 今天这个BO3 两个BO3都挺顶 第一场打的有来有回 第二场的话 是让我们欣赏到 另外一种 对抗 第二场BO3 有第一场的影子了 有第一场的 一个小小风范 这边有一个 蔡卓仪 不错 今天这个也很有看头 很精彩 还是想告诉大家 如果你真的 今天只看第二个BO3 第一个BO3的第一局 尤其是 一定要回去补一下 我觉得 确实 第一个BO3 想起来 要素比较多 比较多 就是经典的场面都有了 对吧 我跟你说几个关键词 对吧 霞 向前闪现 厮杀 你也许以为我们第一局 放了打KT的录像 其实不是 来吧 这场比赛的MVP 47 也好 他们对版本的一个适应度 就挺贴合的 对吧 然后每次在中期给到的压力 也会让对手感觉到很绝望 而且整个团队 我听他们那个语音节目 就氛围也很好 对 然后哪怕在打比赛的时候 大家也是有说有笑的 就这种其实我觉得是最好的 因为不是说我们打比赛 就一定要非常严肃 然后大家在沟通上就很有顾忌 其实越是这种 就说大家很放松 有的时候越能发挥出最好的效果 那今天两场比赛也结束了 我们可以在今天一会儿过后 看一下今天的赛果 然后也看一下接下来的积分版吧 因为确实 目前这个情况来讲 FUN PLUS其实是有 因为这个比较多的实力 而有可能失去旧在席位的 因为那天有人也算了一下 夏天晋季游赛比春天还要困难 因为春天有一支队伍 等于都给大家加了一声 而且有一些靠后的队伍 可能战绩没那么相同 但其实夏天很激烈 先问问涛博队员有什么想说的 然后一会儿再看一下 季游赛的形式 我们把镜头给到现场 好的各位 欢迎来到我们的赛后采访环节 我是主持人刘航 那首先我们要恭喜涛博 拿下了今天比赛的胜利 来到我们赛后采访区的嘉宾 是涛博的下野组合 我们的下路JK老 以及我们的打野卡萨 欢迎两位来先跟大家打一个招呼 大家好 我是涛博的JK老 我是涛博的打野卡萨 欢迎两位 那今天也是2比0 非常干净利落拿下的比赛的胜利 其实今天的这个对手 方帕也算是整个涛博的老对手 他们实力也是比较强劲的一支队伍 两位有没有想到 今天会2比0拿下比赛的胜利 先让阿雪说吧 也有想过吧 因为方帕也是一支强队嘛 所以说今天输赢 就是其实也都想过 所以就怎么赢或怎么输都不意外 怎么赢怎么输都不意外 心态放的还是非常非常的轻松的 那下一个问题要问一下 我们的KASA 有没有想到过 今天会2比0拿下放PLUS 因为主要我觉得 我们最近状态 还是比较好的吧 然后今天 其实能这么顺利拿下 还是没有想到 然后你有想过 现在一场激战嘛 然后就这样 想到过打得会很激烈 但是没想到 会2比0拿下比赛的胜利 那我们再回归到今天的比赛 今天其实在第一局的时候 中期 我有注意到 你们一直在 这个大龙处 一直在尝试去逼团 但是我发现 你们一直是在 打团和打龙之间 会有一些犹豫 想问一下KASA 当时是怎么去考虑的 其实当时就是 把他们逼过来 打架了嘛 因为我们 队伍的风格一般 都是想找他们打团 然后其实那不过 我觉得我们角色 还是蛮果断的 就是我们并没有 特别犹豫吧 没有很犹豫 打得还是非常的果断的 那下一个问题 要问一下我们的阿水了 今天阿水两局比赛 都是选出了 EZ这个英雄 但是我有注意到 你两局比赛 在面对对面的辅助 像女坦这样的 控制很强的英雄的时候 两局都没有带进化 也没有出水银 这样的解控的装备 这是出于 什么样的一个考虑 第一把的话 就是就单纯的觉得 就对面只有一个日女 就是带进化 感觉有点亏 然后其实可以叫 辅助帮助干锅嘛 然后第一把打完下去之后 就想到了这个 然后第二把就是 就要辅助出了干锅 就相信队友们 所以就也没带进化 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的自信的 很自信自己 这样的一个选择和决策 那下一个问题 要问一下我们的喀萨了 今天其实第二局的时候 你们一集团 抱团去入侵对面的蓝buff 也去做得非常非常的成功 那当时第二局 这样的一集团 你们是怎么去考虑和设计的 主要我们那三个英雄 应该是最游戏一集团 最厉害的英雄吧 然后就想说 看他们进去捞点 捞点好处 还是觉得英雄的特性 非常非常的强 那想问一下我们的阿水 今天第二局的时候 对面是选择了一套 奎因单代的体系 你们当时看到对面 做出这样的一个阵容上的 选择的时候 你们是怎么样去 沟通和交流的 首先就是我们选出阵容 就是打团是那种 就比较厉害的嘛 但是然后觉得奎因这个英雄 就是他的队友 是不能有劣势的 然后就这一点 369就做得比较好 就他今天就是觉得 因为鳄鱼是被奎因 抗得到死嘛 所以他今天扛住了 所以这一点 他今天做得非常好 还是表扬了一下 我们369今天的表现 的确369今天 两局比赛的表现 也非常非常的出色 那其实涛博 在这个赛季开赛以来 整个的表现 一直是处于一个 连胜的状态 位居积分榜的第一位 那如果让两位互相给对方 从这个赛季 开赛到现在的表现 打一个分数的话 两位满分100分 会给对方打多少分 阿水先来吧 满分100就打100 因为到现在 就因为我还没输过嘛 就输了再减嘛 满分的评价 KASA呢 七八十分吧 因为我们毕竟 虽然是全胜嘛 但我觉得我们自己 小失误还是挺多的 KASA还是比较严格的 那想问一下阿水了 之前其实我采访KASA的时候 KASA有说过 他说觉得你 这队伍当中 可能最调皮的 那今天如果让你评价一下 KASA的话 用一个词来形容 你觉得是什么 想一想 这一个词很关键 算了吗 不好评价 不好评价 可能原因太复杂了 不好评价 但是我相信 对我今天感觉 还是非常的好的 那下一个问题 我们都知道 最近我们这个阿水 是成为了这个时尚的宠儿 而且我们阿水的 这个穿搭的衣服的风格 一直是很有自己的一个特色 那KASA怎么评价 阿水他平时的一个穿搭 就很装备啊 因为不知道在宣传室 就我们一群男的 他穿的这么贵 穿的很贵 那阿水怎么评价 KASA他平时的一个 穿衣服的一个风格 其实他平常穿衣服 我觉得好 其实我做一个动作 看表 这个我相信 大家也都懂了 KASA还是比较喜欢表的 那今天最后的一个问题 在今天一下的比赛之后 在我们的下一场 我们套布要对阵式的是 目前在积分榜 紧随其后的威武战队 那想问一下两位 这个赛季有没有关注过 威武之前的一些比赛 怎么看下一场比赛 跟威武之间的一个交手 阿水先来吧 因为威武这个赛季 应该算是新队伍嘛 因为他们人都换得差不多了 然后因为看了一下 然后他们现在就是 就积分也很高 然后打的我看来 还是比较好 然后就是我们现在打谁 也不会就是那种 很掉以轻心嘛 就我们还是会做好准备 去打他们 做好准备 全力以赴 那KASA呢 因为感觉V5的打野 我感觉现在状态 保持得很好的一个打野吧 然后感觉打他 我稍微顶一下吧 两位都非常的客观和谦虚啊 我们也期待 涛博在下一场比赛 对上我们积分榜第二位的V5 会有怎样的表现 再次感谢两位 接受我们的采访 也恭喜涛博 拿下了今天比赛的胜利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 交换给杰说席 我们来看看 然后呢 我们来看看